死了 全死了 你们把不死还给我 要不要杀人了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 都因此付出代价 没想到 真相竟然如此不甘 你们真是阴魂不散 你的事 我们都知道 今日来 并不想与你动手 那你们想干什么 那些人呢 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但是你这样把人困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我俩也出不去 所以 今天就想过来跟你商量一下 你能否解开解解 放过那些人类 放过 菩斯是菩山花神 世世代代守护这片土地 不让路过的邪灵恶妖 进来清醒 他们放过他了吗 要让我放过他们 除非千山咬飞绝 除非心斗不转移 除非九曲水逆流 除非菩斯活过来 既然如此 事关全村性命 那就休怪我无情 都说世上最强捉妖师浮雨 只杀妖不伤人 我原本是人 后来被妖所救 不得已一化成为妖 那你说我是人还是妖 你 你是死人妖 有人样却无人心 还不如那只死了的花妖童头 你偏要把人困在这里 也不是办法 我跟你讲 我作为一个妖 都干不出你这么缺德的事来 不许提菩斯 你不配 动手 你也不配 放着眼前的蛟龙怪不阵 却对我这弱小的花妖出手 你好意思吗 我虽弱小 但只要这山中 还有一粒植物种 我就可以无限服务 虽然杀不了你 但我可以生生世世 把你们困在这里 要不最快喝完了 窝镜又不能用 真在这儿困到死怎么办 只要是有喝的 哪怕是被妖困在这里 我也无所谓 那你不是杀了我 跟你待久吗 生不如死 那个死人妖怎么那么讨厌 打也打不死 烧也烧不死 野火烧不尽 情脆皆荒成啊 你刚刚说什么 死 死人妖真讨厌 后一句 野火烧不尽 我一直在想 这个事情 我漏了什么细节 这么一想 原来啊 菩斯没有死